早安今天是6月26 我们现在早上7点准备搭饭店的接驳车去黄山的入口处 对 然后因为我们是当天来回所以比较赶 所以 就是加油 没错 干的包超大的 零食 还有午餐 鸡胸肉 还有充电宝啊水啊 哇塞 重到宝 再给大家看一下 徒步登山三个小时 锁道只要10分钟 当然是搭锁道 我们刚搭了快要半小时的 缆车现在到了入口处了 对 然后很惨的是就是我们忘记带帽子 没带墨镜 也没带口罩 就是上样子外线抱墙 结果我们什么都没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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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超等 这栋房子注意晚上要八八八 我是看不出它的价值在哪了 可能就是这些美景吧之类的 猴子观海猴子在这儿 这儿累死我了为了看之后 现在时间是九点半 我们已经爬了一个多小时吧 但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很累 因为天气蛮好的 然后会有凉凉的 然后我们刚刚坐在这里听别人的导游 就是讲解那个行程 就是偷听到 等一下会继续爬 现在十一点半 我们就在休息区要吃饭 我是带那个鸡胸肉 然后这个是自热食物 反正就先吃饭 然后等一下继续爬上 我们刚刚已经往下走了 结果发现我们走错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再爬上去 再半小时吧 好惨 减肥捡起来 现在走到上面 只有都是雾 下午开始都是雾 白萌萌的一片 我们现在准备要徒步走下山 这真的是爬山 前面这个路窄的 窄的不得了 oh my god 走起来走起来 好怕哦 我还想要长命百岁呢 Fighting to create a song I don't want to miss a beat 哇塞 我真的是很想要 不要脏话 这个这个 哦 太可怕了 我好挫哦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抓到诀窍了 我现在可以很淡定的 走这个抖到爆的波 好好好 oh my god 是不是看不出来它很抖啊 我觉得我们往后看一眼 还不得快 万一滚一个人下来怎么办 我们经过了一番辗转之后 现在终于踏上了下山的路 现在大概2点45 我们看我们几点能够走下去 走起来 这辈子没有这么讨厌下楼梯过 我已经下了不知道几百只 我现在很为我的膝盖担心 我看到了救赎 我们走到了出口 我们走到了出口 oh my god 太棒了 今天的黄山之旅 大概就到这里结束 在这里奉劝大家 如果不是特别的对你的膝盖有把握的话 尽量不要走下来 我现在是走到非常的艳势 是应该整个都爱到了 没错 那 影片就到这里 对 喜欢影片喜欢按赞 留言分享 拜拜